你好,中美爭霸,大家好 我步步通通,大家都知道 我錄了一刻,8月20日,出家一天,8月21日 我8月20日出了一段影片,在政教論壇 我父親都說得很清楚,當然我父親都85歲 當然這個年紀去也並不太意外 也不是說很悲慘,如果我現在死,我會覺得悲慘 80多歲去世當然沒有那麼悲慘 但當然也有不開心的事情 多謝大家這麼有心去慰問 最近的世界局勢當然也不太好 我早幾天聽到馬里有個兵變 馬里在這裏,這裏是馬里來的 馬里是什麽,馬里兵變 其實有沒有什麽關係呢,其實沒有什麽重要性 但你看到是有個兵變在這裏 馬里是一個西非金融共同體的法郎 即是有一個西非法郎的東西 西非法郎是綠色這裏 馬里就是其中這裏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俗稱 西非法郎,西非法郎和東非法郎和中非法郎 那兩塊東西其實都是一個法國的殖民地 我們認為這一堆國家,法國都好像幫他們管理了貨幣運作 其實基本上西非法郎或者中非法郎都需要跟歐羅掛歐的 就變成了法國的殖民地 但是為什麽法國的間接統治之下 都可以爆發一些這麽不民主的事情 又說民主國家很美好的 那麽我將法國一軍 我早一兩節說貝魯特大爆炸 我沒有提到馬克龍爆炸之後馬上撲去 然後他的國家裏面有五萬八千多人 就寫說希望法國接管黎巴嫩 但是法國已經間接管治的馬利 都可以發生這麽不民主,這麽暴力血腥的 死了兩三個人都是血腥的 的兵變 那你說法國管理 搞殖民,去殖民馬利也不行 為什麽會殖民貝魯特會不行呢 這些事情真的很顏色革命 會說香港有些人說要回歸英國 說香港違背了中英聯合聲明 所以香港就要給回英國 神經病 閃師傅說得很好 聯合聲明的意思是一個聲明 那不是國際條約 聲明就是聲明 大家都有一個相同的看法 就是要把香港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裏面沒有再說進一步 就說移交完之後 英國對香港有什麽責任 是沒有啊 你不要說英國是中國的太上宗主角 你就是不夠中國打 所以你要吐回香港 給回大陸 就是這麽簡單 因為你說如果 喂 那那個是 中國的地方 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你幾十年前 借了去 可能借了99年 現在就叫你給回 你不給回 那就用拳頭 英國就說 那用拳頭 我很傷的 是吧 就是我在這裏的所有事業 全部瓦解 就是不會再有匯豐銀行 不會再有渣打 是不是 那我的英資全部沒有戲玩劇酒了 那那那些什麼 中華電力 那掛什麼中華 裡面是一些猶太人館的 家道理家族 是英國人來的 是不是 所以英國佬為了自己的利益 就說 為了香港 有一個聲明 就說 願意將香港交給中國 這樣 中國就承諾了 五十年不變 高度自治 但不是向你英國承諾的 是向香港人承諾的 大哥 你不可以無限上綱的 是不是 香港是要這樣看的 那你就同一道理 你西方 你去那裡吹 叫黎巴亂搞一些歸法派 等於在香港搞一些歸英派 在那裡說 是不是 你說西方殖民很美好 西方殖民 在香港並不美好 因為香港的崛起 是因為中國 跟西方接觸的政策開始 大哥 香港的繁榮 是始至於中國 中國 跟西方國家接觸 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 喂 可以去中國 去開廠 做生意 香港變成一個 中西聯絡的橋樑 所以香港繁榮 這個繁榮 始至於 中國大陸 並不始至於西方 不是西方的詩語 如果沒有中國的開放政策 香港 就是一個只有毒品和妓女 的城市 不好意思 是這樣的 就是 可能有些工業 但是那些工業不是很厲害嗎? 又不是啊 那些工廠 那些工廠 會不會去工廠打工 那樣 如果到處有爛仔 套了 那怎麼辦呢? 套了就賣去瘋狂做雞 就是我老爸告訴我 有這樣的故事 是會的 可能 沒有被人套去做雞 那樣子不漂亮 哈哈 很恐怖的 英治時代 不要開插筆說那麼遠 總之就是說 馬里有軍事政變 那我沒有什麼話要說 因為 我相信是他國內的勢力 大家談不妥 沒有人會有興趣 他對非洲這個大陸為什麼呢? 非洲這個大陸 北面 是薩哈拉沙漠 他在地緣上面 比較重要一些 可能 沿著條 紅海 或者是 這個 阿曼灣 這些 比較重要一些地方 可能吉布提 也 也比較重要一些 但是 如果不是 非洲北面是一個沙漠 很多時候他和主流的文化 斷開了 沒有什麼戰略價值 很難建立一個很強大的國家 沙漠就很快進入二大雨林 二大雨林 又是 環境很難 建立一些很發達的文化 因為很熱 又下雨很厲害 所以 有很多病菌病毒 所以其實西方對他的開發都很遲 十九世紀 在 的後期 才把非洲 瓜分了 但是瓜分了又怎樣呢 其實西方 在非洲的開發是不夠的 所以 他一直都是貧窮和落後 所以 其實一直在戰略上 沒有什麼重要性 非洲來說 就是提供資源 以及被奴役 被殖民 是不是 這樣 但是 反過來貝魯特就不同了 貝魯特 始終是說他這麼近 是會 可能 影響到 以色列 影響到蘇伊士運河 在這裡 如果你扎了營 打仗上來 可能就是 對南對北都會很大影響 如果 有一天 十二派聯盟 對以色列很不妥 可能要經過黎巴亂打下去 就比較方便 或者以色列要向北擴張 黎巴亂也重要 所以黎巴亂會有顏色革命 這個在地緣上 跟大家補充一下 另外 白俄羅斯那邊 就停不了 繼續這樣搞 但是 其實 中國 俄羅斯那邊 其實很多都是對 白俄羅斯都會有支持 因為白俄羅斯一死 我相信 俄羅斯 你想想看 看下去 莫斯科和白俄羅斯的邊界 事實上真的不是很遠 一個平原就殺到了 所以 對於俄羅斯來說 真的不能失去白俄羅斯 所以我不相信 顏色革命會成功 除了這兩件事之外 兩件顏色革命和一件兵變之外 另外 就會說回泰國 泰國局勢 最近也有很多人 在泰國境內 在示威 要堆壞 合法政府 巴玉 因為巴玉 勝選是經過選舉的 提一提 泰國 很長期以來 都有兩股勢力 一股叫黃三軍的勢力 黃三軍呢 就是建制王室的意思 泰國的王不是香港的王 香港的王呢 就是說要搞港獨 要破壞 要民主的自由 是不是 在泰國的王呢 是代表專制 代表王室 王室的權力 是控制了泰國軍方的 泰國軍方和王室 長期的關係綁得很緊 然後呢 泰國 可能上任的泰王 比較他 是左右逢源的 他不會說 全面傾向中國 這麼重要 但是他當然 因為怕親中 怕美國那邊 來泰國搞事 因為 始終是說 在 泰國的歷史裡面 他是一個不強的國家 在19世紀來說 他是一個門充國 來的 可以說一句 就說 法國控制了老窩 柬埔寨和越南 然後另一邊 英國就控制了緬甸 大家一起 就不去消滅泰國 為什麼呢 是因為泰國用來做個門充區 就無謂英雄法國和英國 在19世紀打架 所以泰國就比較好命 沒事 但是呢 其實泰國這個國家 其實 天然的延伸 應該延伸到老窩 老窩的人跟泰國說話 比較近 是同一個族 不過呢 他不夠法國人打 法國人撕掉了一塊 就是這樣 後來 譬如說 舉例 去到越南 打贏越戰之後 其實 越南呢 其實軍隊呢 開始就 進攻這個 老窩 中間這個柬埔寨 老窩都很危險 當時 但是後來 1979年初呢 就爆發了 中國懲罰越南的戰爭 這樣 因為越南 又挑釁中國嘛 那時候鄧小平剛剛想 正式 成為最高領導人 1978年10月22 那所以呢 其實就說 其實泰國呢 一直都 不是很能打的 他就怕 越南侵略他 那所以呢 其實基本上呢 他就可能 在80年代 他會 親美多些 這個是我說回事實 那但是到現在了 喂 中國越來越強大 所以呢 就搞了一條 中泰鐵路正在建 大約明年就建好了 明年左右 那麼呢 其實就大家來講呢 就 呃 很多的勢力 都不 想太國亂 因為呢 不想中國呢 在中南半島裡面呢 的控制力這麼強 那 就是要說 原本 那些黃三軍呢 代表泰王 泰王呢 其實就 上一項泰王呢 就 呃 就比較 就是 中國 或者美國呢 都兩邊不得罪啦 那樣 但是到現在來講 始終 中國實在太強了 始終要倒向 中國那邊的時候呢 開始呢 西方的勢力呢 就在泰國呢 就搞事了 就現在呢 以前呢 呃 黃三光對家呢 就是洪三軍啦 洪三軍就 就是 他信 一直 發展到他信的妹 他信的妹 後來 政變被趕走了 那樣 去到現在這個地步 以前呢 一隻紅三軍呢 跟黃三軍的鏈的時候呢 在泰國呢 沒有日安寧啦 當然 那時候呢 那些紅三軍呢 一直都很尊重泰王 一直都不敢呢 去挑戰皇室的 但是現在的紅三軍呢 開始就說要黃室改革 實質上已經有個意味 就要呢 推翻王權 這個呢 我認為這個也是顏色革命 因為 既然中國有這麼多旅客 出外 那泰國如果在疫後 他不倒向中國 那他怎麼重建他的經濟呢 但是西方就是知道你 為了賺錢 你一定是要大陸客的了 不要大陸客 那你 泰國一個靠農業 還是靠旅遊業 兩飯的國家呢 他是在死的 泰國現在是很飢餓的 所謂飢餓的話 整個社會沒有了旅遊業 是很慘的 那所以呢 其實就 很需要中國的幫助 所以現在又搞顏色革命 這一節呢 其實就講了很多顏色革命的事情的時候 最後我會再講一件事了 其實呢 美國那邊 我一定要轉話題 美國那邊呢 其實現在的形勢呢 將來會幾亂下的 我們早了兩節都說 喂 第二節都要說 喂 如果拜登贏 當然 代表了Big Brother的力量大一點 那 但是 我們當然是想特朗普贏 特朗普贏 就是等於 表示美國繼續分裂 自己鬼打鬼的國家就會比較弱 這個是理性上的分析 但是 特朗普 我不知道他輸還是贏 雖然說 我看到特朗普的民意 是最近了 但都可以輸的嘛 對不對 就是有時候的東西 開什麼牌 我不能夠百分百肯定 這刻來講 但是如果特朗普輸了 我們以前也有節目說 就是 特朗普會不會 賴死不走呢 會不會兵變呢 這些呢 其實就是 某一個程度上 有一些這樣的說法 但是 經過很多的分析 就會發現 如果美國 這個民主政制 運作了二百多年 這個是一個 緊了二百多年的遊戲規則 不同的黨派 選輸了就要交權 不交權呢 那個人成為叛國者 是永不超新的 這個呢 其實美國的民主體制 你不可以說什麼 我不羨慕他 但是的確 他始終仍然有一定的 社會凝聚力 對不對 所以有一些文章分析 其實特朗普未必這麼容易 機會很低 就是 決定 譬如說 賴死不走 不承認選舉結果 然後搞暴亂 然後就有兩個總統 這個方向始終不是這麼大 因為特朗普呢 不想是永不超新的 其實不是這麼大機會成功 因為軍隊 跟你不是很大感情而已 你是一個政客而已 靠白嘴 其實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事實上現在的情況來說 已經傳出一些新聞 就是說 特朗普說他如果連任成功 就要解僱 我看無線的話 そうだ arsITE 就是 他想是國防部部長 這於整個身體 我們發已經發了 這就是 美國軍部 就說 中 partout 其实是一个职业军人 真的军事素养是回到差不多的 其实特朗普可能是有很多 狗不辣答白的要求 叫他挑衅中国 埃斯柏说挑衅这么多 美军如果被大陆一旦假扮了 真是死了人 我还带着麻烦啊 有时候有军事训练素养的人 有些事情知道是不可以做的 做了输了更加糟糕的 责任背不起 有时候他就会推特朗普了 现在听估计是这样 所以特朗普就很不生气 他就说我叫你搞事 甚至挑起和中国的战争 你不听我说 特朗普这么瘋有什么奇怪的 他想联任嘛 他想做战事总统嘛 你管中美大战吧 我继续连任最重要 对不对 喏 如果是这么说呢 就是说 中国要统一台湾 其实更加好的时间是大选前 因为埃斯帕是毒 一些懂军事的人 会比较强力阻止特朗普 去乱来 如果特朗普连任了 可能找一些更加疯的 更加违命是从的人 去做国防部部长 可能就会 压制特朗普那些 说那些疯了 挑动战争的行为 会弱了 第二 如果特朗普败选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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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将会如何 如果特朗普 如果不搞 暴乱 不搞一个 赖死不走啊 两个总统那些东西呢 有些分析说 特朗普可能更加激烈地 挑动一个 针对中国的行为 直接令到中国和美国 跌入冷战 如果跌入冷战的话 当然 特朗普成为了一个 其实他也是做对的 中国是很坏的 美国人现在有一个形象 就是中国很坏的 既然中国那么坏 特朗普就是第一个挑动 和大陆全方位冷战的人 他是会拿到一些政治遗产 令到他呢 有机会东山再起 所以 他败选之后呢 他的行为可能 比现在更极端更瘋 又换了埃斯帕 那情况会不会更危险呢 我说来说 他说这么多事情 就是告诉你 如果中国的分析 军事分析家 我想 可能都会拿到这些看法 就是 大选前打 比大选后好 那什么时候应该打呢 现在这一刻都应该打了 大选前 印度有什么事 要不怕他 他 你不是走到雪山里 入了西藏 冷都冷死你了 入了西藏 入了西藏 走不走到啊 所以呢 其实 由现在 去到大选前 中国是有机会出手的 有机会出手的 有机会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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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出手